大家好,我是法国兽师哥 今天我们来分割一条9公斤的一个少女 我们先把它的鱼头切下来 哦,切回来 鱼头 现在我们吃一张出版包子 跪在上面 起一个包子打滑的作用 手轻轻地按在上面 起个固定的作用 卡住它的容器物位置 往前推 现在我们把龙心骨上面的肉挂回来 下半段包踩进去 刀锋微微微地朝上 往前推即使 这就是它的一个鱼排 今天我们来直接分割这半盒 尾巴先取下来 第一步 我们先拔它的一个鱼汁 顺着它背部的纹路方向拔即可 鱼汁 接着我们开始给它进行一个内排的一个封割 刀放上去 贴着它的骨头 直接一刀拉过来 直接拉到尾巴 第二刀卡下去 直接把它贴下来 它的一个内排骨头就在这里 像鞭排 白色的 直接把它带干净 直接推到鱼皮为止即可 拿一刀 推上去 现在我们翻回来 把剩余部分处理干净 按住这里 它凹进去的地方就会翘起来 然后方便我们下刀 直接割到它热和脂肪的一个分界线即可 我们以它为分界线把它剔下来 这样的话 半条上位的一个内排用处理干净 现在我们把桌面整理一下 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对方 把它鱼皮取掉 以它中间的这条金为分界线 我们一分为二 我们先把它这条金剔下来 取它的一个鱼皮 脂肪和脂肪的一个分界线对着自己 扣进去 大拇指变成鱼皮 这是龙心骨 刘肖的骨头碎扎 我们一刀把它带干净 同样的超过 后面 这个话 半条三文鱼已经分割完成 作品每天都心 喜欢的老铁 参加关注 感谢 请不吝点赞